今天我們去觀眾的家裡好了 這樣會不會很危險 會 因為去四個然後回來兩個 那兩個其中一個一定要是我 可以 所以今天要去哪裡 巴黎 那要坐飛機耶 台灣的巴黎 不是法國嗎 我要去法國 你在台北要買房子喔 要趕快買啊 因為很便宜啊 這裡真的好遠好遠好遠 跟去法國一樣遠 我們終於到了 這都是我們親戚的家 然後這是我爸 其他的就是四叔 三叔二叔 然後五叔等最小的 你們家為什麼有這麼多機車 你們家是賣機車的嗎 不是 四美城樓都有自己的孩子 其實他們家是賣橘子的 他真的是忠實觀眾 一進來大家就會看到不要鬧的影片 我們家現在還用木材去燒水 燒水要來幹嘛 洗澡 他們家好高 這是今年2018年台灣公開賽的 網球選手所丟的毛巾 使用過 使用過 什麼意思 就他們擦過汗了 好 這是去年的2017年的冠軍 我搶得好辛苦 這也使用過的嗎 不錯 還好我沒帶毛巾 你那塊布下面是什麼 是放我喜歡的書 為什麼要蓋起來 因為怕灰塵 你什麼時候開始畫畫 從小時候看那個古埃及壁畫說 請念然後開始學畫畫 接著去年水煙的時候 6月2號 現在南東 等一下 阿嬤阿嬤 我們有課 我有朋友 來之前說他們家很小 擠不下我們這麼多人 結果發現 好像很貴的 不好意思打擾了 那這就是今天的空間 我覺得我的個性通常不太喜歡 陌生人進入到我的私人領域 可是今天會接受不要鬧的拍攝 是因為 首先這是一個住的房子 但是我把這個房子 當作我一輩子會住的房子 一樣在裝飾它 希望在我搬走之前能夠做個紀念 想這個房子的時候 還可以回頭來看 喜歡的節目不要鬧 而且還配上我自己最喜歡的家 我想問他們 他們為什麼會來台灣 有人說過你長得很像聖結石嗎 你是第一個 他們請我們吃巧克力 摩擦到我第一次看到 欸 Yulia我的給你吃 我不要 謝謝 我也不會 呃 你吃你吃 所以有什麼感想 好酷 但是他有洗我的裙子 所以他是男生 好酷 真的好酷 我要游泳 可以嗎 什麼 現在要游泳 可以嗎 感謝這次勇敢開門的觀眾 你們喜歡看這樣的影片嗎 我們可以去你們交往嗎 請在下面留言 那不要忘記訂閱不要鬧 不要鬧